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第一天上班就积极了解党务 那么就在昨天还进入到了中心寓所见马英九 他也表示呢1月9号立委补选目标是全胜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林玉桥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玉桥 就睡得比较少还好了 那昨天去总统的寓所有没有谈到什么党务革新的问题 没有最主要就是还是要谈我们要如何在面临这个选举的挑战的时候 能尽我们最大力量能够团结起来 发挥组织跟文宣的力量 能够在选举中有好的表现 那对于明年这个1月9号三个地区的服务选有信心吗 尽力了 这个要靠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嘛 你觉得是苦战吗 让我多了解一下 我正在努力进入状况 民主长今天昨天您针对这个李军委员的发言 做一个回忆 李军委员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些相关的 他说你指引你不要对话入座 他说的只是超有疑关系 没关系 李军委员高兴就好 随便他说了 我已经表达完我的意见 剩下一皇一的路 稍后有更多讯息 我们会随时透过理性来提供给您